空白期比男團去當兵還久的BLADPINK 終於是要推出新專輯啦 在9月推出正規二集BORNPINK以前 卻就日先公開了先行曲PINK FANNO 果然掀起了超高討論度 還沒登上打個舞台就躲下NCO.1位 而事實上在這次回歸前 3月YG旗下長牌所屬藝人SOMI 在直播時帶著大家參觀公司 打開某間錄音室 卻意外傳出JENNY的歌聲讓她當場傻注 粉絲們將片段上傳到Youtube後 隨後就被YG以違反著作權為游移除 如今BIPIN終於回歸 有人就翻出當時的影片 果然旋律一模一樣 只不過歌詞從英文變韓文 唱的人也從JENNY變ROSE 隔了5個月終於聽到真首歌曲 粉絲們真的是久等啦 很久 地勇 瘩